报道称 英国首相苏纳克上周提出了一项北约协议蓝图 使乌克兰能够通过更广泛的渠道获得先进的军事装备武器和弹药 以便在战争结束后保护自己 苏纳克表示 该计划应被纳入今年7月的北约峰会议程中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英国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 北约峰会必须向乌克兰提出明确的建议 同时也是为了让泽连斯基在国内取得政治上的胜利 让他可以以此作为谈判的动力 报道说 法国和德国匿名官员透露 两国都支持有关提议 并认为这是增强乌克兰信心的一种方式 以此激励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 报道还说 透露这些消息的官员们表示 苏纳克的提议不包括在乌克兰驻扎北约部队 也不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北约第五条有关集体防御的承诺 但他们表示 协议将为乌克兰提供阻止俄罗斯 未来任何攻击的军事手段